我自己很開心可以第二年跟Cash In Pro合作 因為上一年的廣告上我覺得反應也很好 因為很多朋友都看到我聽 也有很多粉絲會跟我的巴士車身的大廣告 合照會傳給我 所以知道大家的反應也很好 也很喜歡我的照片 所以今年可以再合載也是非常期待和開心的 在拍攝的過程中 除了有拍新一批的硬照之外 今次還有廣告片 即是接下來可以多點媒體 例如是電視網上平台 可以有影片可以和大家見面 因為我也更開心 因為影片中可以帶多點資訊 以及可以以一個生動的方式和大家見面 廣告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特別喜歡今次Cash In Pro為我 特意打造的新一個專業人士的造型 因為以前小時候都很想 如果可以穿制服上班就好了 今次他們真的幫我訂了一套 很漂亮的紫色的制服 而且穿上制服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上身的感覺 好像代表Cash In Pro 去講一些資訊給大家 但是最難度高在裡面 因為在影片中是有限的時間 所以就要帶出一個很多資訊給大家 即是有點像急口令 即是要在指定的秒數裡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挑戰 而且一穿起這套制服 我要說出來的東西 是有威嚴一點 還有一個很專業的口吻 眼神、樣子都要比較棄定神閒一點 所以這也是跟我之前拍的東西 會有點不同 但應該出來的效果 大家都會滿意的 所以其實今次的拍攝也很開心 其實拍這個廣告之前 是有點不舒服的 我也很擔心 還是拍攝也很長的時間 但我只會有十幾個小時 幸好這個過程 因為有團隊的幫忙 自己也很重視這個廣告 所以也做好準備 所以在拍攝的過程 都非常順利 也很感謝大家照顧我